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 中国核航母时间表 曝光订单一艘接一艘到底要造几艘航母 前两天在国家的军工大佬企业 中船重工在其官网上发文称 加快实现核动力航母 为海军2025年实现走向深蓝远海的战略转型 提供高质量武器装备 话重点 核动力航母 2025年 这就在清晰不过了 国产核动力航母的下水 或服役 不会晚于2025年 这是中国军工企业首次明确提出 要研制核动力航母 过去网络上盛传了好一段时间的发展 核动力航母的消息 毫无疑问的坐实了 中船重工 很多小朋友会说了这又是什么单位呢 他说能造就能造呢 哎 虎哥 真是屁你们这些年轻人着急 哈 辽宁舰知道吧 去年下水的国产航母知道吧 这些都是由中船重工旗下的大连船舶集团负责建造的 这次中国最大的造船集团和主要的海军装备生产巨头的中船重工亲自出面 朋友您还要怀疑什么呢 其实早在去年年底的上海国际海事展上 中船重工展台就展示了包括海洋核动力平台 可前世海洋核动力平台等的四种海洋核动力平台及船舶 那次在上海的公开展示被各界认为是中国准备研制核动力航母以及其他核动力大型水面舰艇的先骑技术准备 咱们的核动力航母会是什么样呢 就虎哥 卡纳必须得大哈 不大能叫航母吗 当然了 大可不是光图 看着爽了 航母越大 能搭的飞机就越多 能给飞机带的燃油和武器弹药也就越多 战斗力必然也越强大 更重要的是 大型航母可携带的舰载飞机种类席权 尤其是在现代空中中越发重要的预警机了 当然了 凡事都得有个度 航母的吨位也不宜无限增大 普特的猛型皮卡霸气吧 可你让它在城里边找个车位来个测方试试 同样道理 航母如果吨位太大的话 连可停靠的码头数量都有限 尽管美国企业级 米米兹级 福特级都定位于10万吨 但对于我们来说 一步到位建造10万吨风险太大 8万吨级可是最好方案 8万吨级航母与10万吨级航母的战斗力差距不是很大 但建造成本和技术风险显著降低 虽说8万吨级航母的成本要小些 但也是相对而言的 全核动力航母的高额建造与维护费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即使是财大气粗的美国也难以应付 1997年 美国最后一艘尼米兹级布什号下水时 造价高达62亿美元 另外在其后50年的服役期内 尼米兹级还得花上200多亿 维持航母正常作战能力 按照这个标准算下来 我国的全核动力航母花的钱也少不到哪去 另外采用全核动力的航母 虽说在理论上可以无限期保持30节的最高航速 但这也仅仅是理论上的数据而已 美国海军甚至在1964年用企业号航母 长滩号巡洋舰 本部李奇号驱逐舰组成的全核动力舰队 进行海上轨道行动 在65天里绕地球一圈 航程26560海里 但在实际上 核动力的巡洋舰驱逐舰被证明成本过高 现已全部淘汰 既然全核动力这么费钱 这时我们就可以祭出另一种叫做核 征联合动力的大神器了 所谓的核征联合动力就是在常规的核动力基础上 另外增加常规的重油锅炉 像喷气发动机的加力燃烧一样 对核动力产生的高温高压蒸汽 进一步加温加压 提高出力 在反应对故障的情况下 锅炉也提供备用动力 在港内机动时 则提供辅助动力 这样既能得到核动力浮现航程的好处 又不至于过度增加制造和运作成本 核然联合动力 或许没有全核动力高大上 但对我们中国来说 却是一种很实际需要的选择 毕竟我们今天还穷哈 陆军兄弟的59还没换完呢 空军还要歼20哈 这都是钱啊 中船重工这次能放话赶 2025年造车 我们自己的核动力航母 就充分显示了国家对于航母的重视 对海军的重视 随着时间的推进 有关于核动力航母的消息 和进度只会越来越清晰 我们就等着好戏登场